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一些抗霉菌的药物 是 是 是 那吃了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这个药物基本上跟一般的药物其实是差不多 就是可能会有少数人会有这个皮肤过敏啊 或者是会有肠胃不太舒服的现象 不过绝大部分的情况服用起来是都还蛮安全的 所以现在临床上来讲的话大概就是以口服跟这个外抹药这样的情况 是 是 好 我们来看到就是其实治疗灰指甲不会很难啦也不会痛吧 不会痛 只是说要多点耐心 是 是 是 好 那我们当然我们就不希望自己身上有灰指甲的状况发生嘛 所以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些正确的一些观念要有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如果说要这样子的话 杜绝黎菌感染有哪些方法呢 一般我们最主要就是说平常在穿鞋子的时候 可能不要穿太紧的鞋子 那第二个就是说要保持这个鞋子 袜子的清洁 然后多准备几双轮流替换 那再来就是说平常在洗澡完以后可能就可以稍微检查一下 这个脚指甲 手指甲有没有什么病变 那另外清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绞缝间 要注意清洗 然后平常要保持比较干爽的环境 那另外再来就是长度要适中 如果指甲留太长或剪太短 事实上对指甲本身是一个伤害 那黴菌可能就比较容易长进去 那长度适中是到什么程度才叫适中 就是跟这个皮肤上的这个肉差不多的程度 一般就是会看到稍微有一点点白白 就是大概可能0.1公分左右 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白白 不要太长这样就可以了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说 脚指甲或是脚底随时觉得说有更平常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 就应该要找这个皮肤科医师帮忙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家里面的人有灰指甲 或者是有霉菌的时候 其实最好不要跟他们共用鞋子 襪子或是拖鞋 那指甲剪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跟他人共用 所以如果说已经有了这样子的症状发生 或是家里面有这样的发生 其实应该是跟其他人不要使用同一套 包括什么毛巾鞋袜 指甲剪这一类的 刚刚我们有看到说不要穿太紧太尖的鞋子 那可能对一些女性朋友来讲 可能要面临这个好好的考量一下 不过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 多几双鞋子然后不要每天穿同一双 那最好也是要通风 让这个汗什么可以 那有些女孩子她可能会去喷一些那个止汗剂 那个会不会 那个可以吗 其实那个可以 那个是可以 就是减少这个脚部的那个湿毒 所以这样子的霉菌其实是比较不容易脏的 那些止汗剂 有时候会不会只是香香的而已 没有 一般它的止汗剂的成分 它是这个含有铝的成分 那它可以塞在那个汗管的地方 所以会让那个汗水比较不容易排出来 所以那这样子对人体不会有影响 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会有 对 那偶尔很少数的情况下 有可能那个塞住了以后 它会形成一个小块的肿块 不过那个情况是很少见 所以真的在夏天里面这个注重卫生 以你们来讲的话 应该夏天这个皮肤相关的问题来的 就真的是会比较多了 对 尤其是这个骨险 提险 香港脚灰指甲的比例事实上是蛮高的 而且这些听起来 感觉上都还蛮容易复发的 不会马上就好的一种感觉 因为指甲长得很慢 所以它治疗的时间本来就需要 比一般的病要来得久 那是不是我原来的指甲慢慢长 慢慢慢慢剪掉以后 我接下来的就是健康的 还是说如果说你已经有这样子的症状 就算你再长出来的还是不健康 这个有点像是跟黴菌在赛跑 如果说黴菌它长的速度 比你指甲长的速度快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往里面侵犯 那如果说你长的速度 本身比较快的人呢 其实黴菌是不容易长进去 不过最好还是要有服用药物或是治疗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抑制黴菌的生长 那当你指甲再往外生长 再推的时候 这样子黴菌才会被你推到外面去 那你才能够把它剪掉 那如果说已经真的出现了 灰指甲的状况的话 在穿鞋子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上 是不是尽量把它露出来是比较好的呢 没有错 还是说露出来反而比较容易 再感染细菌之类 是露出来比较好 就是保持通风 所以如果能够穿凉鞋的话 最好就是穿凉鞋 对 好 那如果说已经有这样情况 当然要寻求专业的医师 来寻求这个治疗 那当然今天我们也提供给大家一些概念 因为夏天里面真的是个人卫生很重要 不然这个夏天里面好像真的很容易 有这些皮肤相关的疾病很容易产生 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下